面前赶出去的那些外邦人 所行的事情一样 他是这样来行的 他 他把他那个父亲西西家 拆毁的那个秋坛 又重新的建上 还那个立那个 为猪巴利的地坛 造了亚舍拉像 并且敬拜那个 敬拜四奉天上的外相 并且还把那个 在耶和华的殿里面还祝坛 这个是 完全是 背弃的耶和华 曾经指着这个坛说的 因为他就说这个 在这个殿的话 在这个耶路撒冷 他的民必然是永远在这里 但是他就在他的坛里面 祝坛 他在耶和华的殿的两院中 为天上的万象来祝坛 并且还 那个是他的儿女 惊火 惯照 又行惯照 行伐术 用邪术 立交轨 行无数的 用这些人 所以说是 多行那个耶和华 也你看为恶的事情 就惹动了耶和华的怒气 他把并且所造的那些雕像 都放在那个殿内 这也是直接的违背了 耶和华 曾经对大卫和他的儿子 索罗门说的话 因为说他这个是要永远的 这个耶路撒冷 这是利潭民的地方 不能够去做这些事情的 这个的话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违背了这个耶和华 所 所的所 所讲给他大卫 还有儿子 索罗门说的这些话 就是说 以色列人要照着 摩西所赐的律法 律令 典章 来 来真行 还算吩咐的一切 以至于的 那个 他们的脚 是他们的脚 挪立 也就 不是他们的脚 离开他们的 所指定他们的地方 也就是这个美地 那个马来西的话 还是 他很大的一个罪的话 就是引诱 犹大人 还有耶路撒冷 居民的行恶 他说是甚至是比 那个 其他的外邦 聂国所行得更厉害 耶和华还警戒 马来西海的百姓 他们却是不听的 所以的话 耶和华就借亚树 亚树王 借他们的手 来攻击他们 结果他就被抓去了 用勾勾住 用了铜链子 锁住 把他带到了巴比门 他在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是马来西的话 就恳求耶和华 他的神 并且 他是极其的自卑 他并且向那个 耶和华祷告 耶和华也还是应允了 他的祈求 听了他的祷告 让他重新的 归回耶路撒冷 并且让他做 重做 国位 通过这个事情的话 马来西彻底知道 耶和华地区是神 他经历这个事情以后 他就可以说是 幡然醒悟 他在那个大外城外的话 建城墙 又派那个勇敢的一些军人 军长去 在那个各地的监守 还除掉 那个外邦人的那个神像 把他以前的 在那个 耶和华店中的 那个偶像 也都除掉 那个 还除掉 他在那个 耶和华那个店的山上 还有路撒冷 所住的那个坛 都把他们拆毁 抛在城外 他还重新修建 耶和华的那个祭坛 在祭坛上 献平安祭 感谢祭 又吩咐犹太人 侍奉了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在这个时候 他们不过 他们仍然还有 这个社友秋坛 不过他这个时候 在秋坛上设计 只是献给耶和华 他们的神 马来西的话 他就经历了这个 他就是 在很长的时间 就是在位55年的 但是他经过 他那个就经历一个阶段 就是他极度的自卑 又重新的凡人醒悟 他后面 马来西后面的话 就是他儿子 雅门接去他作王 雅门作王只有两年 他是行 耶和华眼里面 看为恶的事情的 他那个击败偶像 侍奉这些偶像 不像那个 马来西那样的自卑 反而是他的过犯 越来越多 结果他就在 在他的宫里面 被他的臣仆 背叛杀掉了 就他以后 那个以色列的 那个当地 那个 以色列民的话 实际上就是 那个犹大 犹大那个民的话 用逆他儿子 约西亚 来结许他作王 约西亚作王的话 是年龄很小的时候 是八岁 就作王了 他作王做了三十一年的 他是行耶和华眼里面 抗为症的事情的 就像他的这个祖 大卫所行的一样 不偏左右 他在作王第八年的时候 也就十六岁的时候 大概 就寻求他大卫的神 他就洁净 犹大 还有耶路撒冷 除掉这个秋坛的木像 雕像 还有柱坛 还有柱像 他这里特别是 除掉这个秋坛 他在那个众人的面前的话 拆毁这个八丽的这个坛 就是外邦啊 外邦人所敬拜的这个八丽神的这个坛 砍下这个上面的香坛 把木像啊 雕像啊 还主像啊 打碎 烧成灰啊 把这些兵抛在这些拜偶像 拜偶像的人的坟上 他还把这个祭司的这个骇骨啊 他们这个这些外邦人 那个祭司的那个骇骨啊 烧在他们的坛上 自己的坛上 这样来捷径犹大和耶路撒冷呢 他又拆毁那个 这个祭坛呢 把木像雕像打碎啊 砍下以色列的遍地 所有的香坛呢 回到耶路撒冷呢 在他第十八年的时候啊 他呢 捷径了那个地和那个 也就那个 那个这个 那个地啊 还有殿里面呢 捷径以后啊 他就拆遣那个 亚撒利亚的儿子沙藩 还有一宅啊 马西亚 还有约哈斯的儿子啊 祭司官约亚 去修理耶和华啊 那个 那个耶和华神的殿 他们呢 去找到那个大祭司 希勒家啊 啊 将那个 别人 别人那个凤上 净凤上的那个 银子啊 交给交给那个 希勒家啊 作为修电 修电之用啊 嗯 这些那个银子的话 都是从那个 首电门的 逆位人啊 从马来西亚 以法联啊 还有 以色列 余圣下的那些人 还有犹大 把贝亚敏众人呢 还有耶路撒冷的 众居民手里面 收起来的这些 银子 来做 那个建殿的用途 他们就把这个银子 交个办事的 在 这个 耶和华殿里面 读工的人呢 让他们呢 在这个殿里面 做工啊 修 修补 修善的 来 这个殿里啊 他还买 酌成的石头木料啊 做那个 栋梁啊 还有这个架模 结构 做结构用的架木啊 修建那个 犹大 诸王所毁坏的 这些殿里啊 并且讲这些人的 半私的人呢 都很诚实 很可靠啊 他们这些人的话 一个是 利维人啊 亚米利的儿子 亚米利的子孙呢 雅哈 和俄巴迪 还有监管的呢 是戈侠的子孙呢 撒加利亚 和米苏兰呢 还有那个 善于那个 乐器的这个 利维人呢 他们还管理这个 那个扛台的 监管的 他们利维人中 也还要做书记 做祭司 做 那个事 做私事 做守门的 嗯 嗯 嗯 并且他们将那个 将那个 奉到耶和华店里的 银子运出来的时候 他们偶然的 就在那个 在在那里的话 发现呢 那个 耶和华 所颁布的 借着 那个摩西 所颁持的 密法书 呃 呃 这个 那个 席乐家就告诉 这个书记 书记沙藩 他说说 我在耶和华店里面 拿到了 得到了这个密法书 就把书给来了 沙藩 沙藩就把书 呃 拿到王那里啊 呃 告诉他们说 这个办理那个 呃 这个这个 修建店的事情 都办好了啊 呃 他们把那个 店里的银子 都交在 独工的手里 做工人的手里啊 呃 并且说 告诉他说 那个祭司 希勒家啊 递给他一卷书哦 那个沙藩 这个时候就在 王的面前的话 大神的朗读 那个书啊 呃 结果 这个我 这个王听到以后啊 他就撕裂衣服啊 可见他是 非常的痛悔啊 就说 就 那个 听到那个 那个书上 那个继续的 技术的 呃 他就 告诉我 那个希勒家 还有沙藩的儿子 呃 米家 沙藩的儿子 亚西干 米家的儿子 亚比顿 还有书记 沙藩的 还有那个陈破 呃 亚撒亚 说啊 把那个以色列人 还有我们犹大所剩下的人呢 呃 呃 去为我们这些人呢 呃 问 求问耶和华啊 呃 呃 就是说因为我们列祖啊 没有遵守这个耶和华的话 没有照 那个书上这个 记载的去行呢 而耶和华的列路啊 在我们身上 降在我们身上了 呃 希勒家就和 那个王派的众人呢 去去去去去去去见 女神言者 呼勒大 呃 呼勒大这个人呢 是管理夫的沙龙的妻子啊 沙龙又是 呃 亚哈斯的僧子 瓦特的儿子 那他们都住在啊 呼勒大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第二区啊 他们呢 就告诉王啊 他的话 那个 女神言者呼勒大就说啊 他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啊 是这样说啊 呃 他们要你要对啊 柴前你们来的人这样说啊 他说我必然 呃 照着 呃 你们所颂读的那些 呃 一切啊 那个降下这个咒诅啊 降活在这个地上 地上的居民啊 因为那个他们离起我 向着那个敬拜别的神呢 惹我发落 呃 我的烈落的话 就像是火一样的 呃 会倒在这个地上啊 不会不会熄灭 呃 还至于呢你啊 这个耶和华的这个 耶和华的呃 游大王啊 啊 啊 还说是你的话啊 啊 就是我指着这个地上啊 还有其上的居民说 你听见这个话 是心里柔软的 在神面前自卑啊 啊 你既然在我面前自卑的话 啊 甚至是撕裂衣服啊 在我面前哭泣 啊 我就应允那里啊 我就听到了你的话啊 啊 听啊 就是耶和华说的啊 啊 他说是至于你的话 你必平平安安的啊 回到你列祖那里去啊 啊 我降在地上的 和居民 这个居 我降在这个地上和这个 降在这个居民上的一些灾祸 你也不会看到啊 你也不会经历啊 王的话 就就差人啊 招聚啊 那个犹大 还有耶路撒冷的一些 众长老过来啊 都上到啊 这个 这些人的话呢 还有耶路撒冷的一些居民啊 还有祭司啊 立位人啊 还有所有的百姓啊 都上到了耶和华的殿啊 呃 那个 约西亚的话 就把那个 呃 约书上的一些话 就念给他们听了 当着他们的面 念给他们听了 并且 在这个地方啊 与耶和华立约啊 说要全心全魂的跟随耶和华 谨守他的诫命啊 呃 他的那个法度 呃 利利啊 旅行这书上所记的那个约言的 旧约上的那些 呃 约言啊 呃 并且要使 并且要使 所有耶路撒冷 还有汴亚敏的人 都参加 逆这个约啊 呃 那个耶路撒冷 结果 这样的话 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呃 就按照他们这个约 来行事啊 呃 这约西亚的话 就呃 又将以色列 属于以色列 呃 属于以色列人的那个地啊 地上啊 将一切可证的物都除掉啊 呃 他总不离开啊 也就是说就是讲到这约西亚啊 他是一个好王啊 啊 啊 他啊 建殿 修 他除掉啊 邱坛 除掉这些偶像 并且呢 呃 呃 重修这个圣殿的啊 呃 并且他发现呢 在他那时候发现那个啊 呃 摩西的律法书啊 啊 结果他就是痛悔啊 并且召聚啊 呃 他当地的人呢 以色列 并且与 以色列众人啊 奈约啊 要悔改啊 啊 真行的耶和华的话啊 Amen 啊 呃 呃 弟兄姊妹呢 都可以来 都来 来来来 呃 来来 把自己的一份加上啊 我们一起来进入啊 Amen Amen 大家有没有问题啊 我们可以 可以交通一下 呃 为里头说的 大家 可以加一加啊 嗯 我问一个啊 马拿西啊 这个人是够饿的 这个王 这是一个勇大王 啊 这从北边已经灭绝了 那他 他行的恶 第三十三章 第九节啊 说他 比耶和华的 以色列人面前 所灭的列国 更甚 的确是这样啊 他 离弃神 敬拜偶像 是儿女精活 把偶像 啊 做到神 耶和华神的 垫顿 这个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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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到极点了 但是 这个人呢 后半 一段 竟然是 把 完全 反过来了 把所有的偶像 除掉 啊 那 完全 回到 神的面前 重修 耶和华的 祭坛 嗯 并且啊 他是一个 祷告的人 一再提到 他的祷告 他的祈求 嗯 都写在 这书上 嗯 那到底 发生了什么 事情 中间发生了 什么事情 他被那个 亚树 亚树王 抓走了 哎 对 被亚树王 抓走了 将狗一样 把他牵的 锁着他 牵着他 带到 巴比伦去了 嗯 巴比伦那时候 很小了 在亚树里边 嗯 嗯 那 年后呢 发生了什么 好像被 牵走之前 耶和华还 紧 紧接着过 马拿西啊 和他的百姓 但他们却不听 不听 对 对 他为什么不听呢 不信吗 他们 不信 不信 为什么不信 拜偶像 哎 对 拜偶像 嗯 偶像 结到心里面 去了 那 被偶像 他一定有好处啊 他是有一种 东西在这诱惑着他 不是说拜偶像的人呢 他不是没有理由啊 我们觉得拜偶像 那简直是太 太愚蠢了 我神在这里怎么去拜偶像呢 哎 但是他不这么看呢 他不认识神 但他却是 好像是认识偶像 嗯 所以偶像啊 拜偶像的人啊 他是贿赂偶像 偶像给他好处的 因为背后是一个啊 神的对头 是那个黑暗的势力啊 哎 拜偶像的人 甚至把自己的生命 都要摆进去的 他都愿意牺牲的 呵 嗯 那 可是他到了 这种激难的时候 十二节 嗯 那真是激难了 他 恳求耶和华 他的神 这就是 他的变化 这个时候啊 弟兄姊妹 你想一下 在激难的时候 他会 他会向谁去 求问呢 他首先会想到谁呢 他的偶像 对 我觉得 凯瑟琳子没事的 我觉得也是这样 他首先应该是 想到他的偶像 甚至他 拜天上的万象 甚至所有的偶像啊 他都花了代价的 他都给他 住了 祭坛了 他现在把他 请到殿里啊 我相信 这些偶像啊 他可能 一个一个 从头啊 叫到底的 你信不信 结果没有一个 能够拯救他 因为这是 出于耶和华呀 这个时候啊 我相信 他整个转了一圈 恐怕不止一次 可能转了几圈 到最后啊 他想起来了 他的父亲呢 是敬拜 耶和华的 他是 他是什么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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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 圣诞 相当于今天呢 是不是 他是在神的殿中 长大的人呢 这时候我想啊 他还想起来 耶和华 恳求 耶和华 他的神 因为神啊 说得很清楚啊 提醒他 警告他 他一旦回转 神甚至跟他说 我不把你的脚 离开这么一地啊 你一旦回转 我立刻就听 可是他从来 可见 没有寻求 恳求过 耶和华 因为他十二岁就做王啊 所以这是他一生中啊 我相信是 抖遍了所有的偶像 没有用了 他开始来到 耶和华 神的面前 开始认识 他是神啊 十三节是吧 马拿西 这才知道 耶和华 的确是神 他也是经过了 这个痛苦的过程 再加上神啊 听他的祷告 他祷告的是什么 十三节能看出 是祷告什么了吧 使他归回 耶路撒冷 人做国位 人做王 你一般的人 你在那种背炉 随时可以被杀的情形下 你的祷告会是什么 能活下来就不错嘛 能平平安回去也不错嘛 他的祷告是 回耶路撒冷 并且仍做国位 这个祷告 也是看出 马拿西这个人来 你想一想 我们的祷告 轻易呢 好像我们 就跟那个浪子一样 我们好像觉得 失去了儿子的名分 回来不配 再做儿子了 就做个故宫 但是 他回来这句话 还没来得及说的时候 父亲 已经把衣衣袍 披在他身上 戒指 脚 鞋子都给他了 他是儿子 你看了吗 他的祷告 是 看起来 在人里面看起来 哇 你祷告的太高了 但是 但是却 蒙神的 那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是 他拣选的 君王 神要的 神的喜悦 乃是 回来 为他掌权 不是一个简单的祷告 我就能够活下来 我就能够回去 那就很 那就很不错了 No No 那个不能够成就 神的旨意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一点上 也是很厉害的 马拿西这个人 是一个很厉害的例子 神在我们身上 做成他的旨意 那 他借着 被掳 然后借着 回到耶和华 面前 蒙了耶和华的垂听 经历了 他的祷告 完全符合 神的旨意的祷告 的成就 他这个时候呢 经过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时候 圣经就说了 这一句话 马拿西 这才知道 他祷告的时候 他还不能够知道 直到他回来了以后 重新堕王以后 成就他的祷告以后 这才知道 耶和华 的确是神 也就是说 他从小听到 耶和华是神 那只是他父母的神 他是作为 相当于第二代 但并没有主观 经历到 父母的神 是他的神 这个时候 他的确 知道的确 耶和华是神 哈 所以从这个时候呢 后边他整个的就 他所做的 完全就反过来了 那这个人是经过一个过程的人 所以你弟兄叫马拿西 其实这个人呢 就相当于是浪子 啊 明昌十五章的那个浪子 哎 那你看一看 这个人的确是个浪子 甚至啊 这个人呢 从新约上 另外一个人物 跟他就非常的相像 是谁呀 保罗啊 从哪里想象呢 保罗做事是非常绝对的 他在认识神 真正认识神之前 他是追求神的 他是追求的一个 绝对的一个情形 在他同龄人中啊 他在那东教里边 那是没人跟他相比的 他说他那个破坏呢 那也是没人跟他相比的 他不认识神 他以为的敬拜神 是正常是在破坏神 你为什么破坏我 主耶稣第一句话跟他们讲 那这边马拿西呢 他这个人呢 他做的这些事 记得的这些事 都是什么 都是与敬拜有关的 也就是说这个人呢 他是在里面 在灵里边 是一个寻求的人 他只是不认识神 但是呢 他是寻求 而且呢 他的寻求是绝对的 所以他能做到这种程度 那当他开始真正认识 耶和华的确是神 那他这个人呢 他也是绝对的 你看他那个绝对的 你再往下看这几节 也是非常的厉害的 十四十五十六 这三个节 这是他反过来以后 十四节说的他是什么呢 他第一件事情 做的是建筑城墙 第十五节 做的是什么呢 他是杰储偶像 第十六节呢 他开始重建 耶和华的这祭坛 重建的神殿 相当一致 你看这三步 你看他的顺序也不得了 他第一件事情呢 他建筑城墙 一个恢复的人 城墙是什么 城墙有保护 那有个分别的作用 他以前的时候是敬拜万象 所有的偶像都请进来了 他现在呢 你看他是分别 这个城墙去预表 给他们分别出来 这是对他来说是最 可以说最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 因为他最混搭了 把万象都搞进来了 不仅是巴黎啊 那个亚世拉什么 那个男象和女象 他把万象都搞进来了 那第二件事情呢 他是什么 分别以后呢 他把里边的偶像 就接到人的心里面 他把里边的呢 接触 那这个就是更深一步了 这实际上是动得他自己了 可以说他前半生 这些东西就放在这上面了 现在是这个人更新变化 相当于是 那再一步呢 你看 世界上目标呢 是重新建造 圣殿了 那我们这个人呢 是这样捷径以后呢 去成为 圣殿的 新的建造 就他这个 马拿西 这个是很厉害的 你看这么差的一个王 竟然做王55年 是吧 差不多是最长的一个 大威啊 所罗门他只有40年而已啊 嗯 那他的故事呢 几乎就是我们的故事 你想一想 我们以前是不是就是 就是他以前的那种人啊 我们在想什么 根本想不到神的 哎 丰文有神 根本不把他当神的 但我们盼望呢 是主啊 我们现在有一个 真的像他一样 知道 哪怕是才知道 那也是很好 总是有这么一个 转折点 耶和华 的确是神 那我们的生活呢 就像他一样 能有一个 完全的反转啊 就分别 有接触 有建造 嗯 阿们 我有个问题啊 他这里 十七节 为什么还说 百姓 却能在秋坛上献祭 不过只是献给 耶和华 他们的神 嗯 他既然做完 他都带头 拆除那些 呃 什么 那些偶像 就是除掉 那些偶像 而且还 还 把他们参悔 抛在城外 嗯哼 从修耶和华的祭坛 在坛上献 平安祭和感谢祭 他既然做王的都 带头开始 敬拜神了 那他下面的百姓 为什么 还会在秋坛上献祭呢 所以他这个事情呢 就是做得还不够彻底 还没有 还没有把百姓 完全的建立起来 他的时间就到了 这件事情 谁做得更彻底啊 其实他的孙子 啊 三十四章里 约西亚 他就与百姓 开始立约了 然后百姓就真的 过了一种 不一样的生活了 你提的这个 你观察到这个非常好 的确是这样 神的恢复啊 他是从中心到圆周的 那是经过一个过程 甚至不是一代人 能够完成的 啊 他这个问题呢 我相信 与他的儿子啊 雅敏呢 做王行业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啊 与百姓 还留着这个秋坛呢 直接有关系 尽管他在上面 限的是给 耶和华限的 限的记 但是秋坛 他实际上是一个高处 他就带进来的分裂 他是给 本质上 他是 他是偶像 在后面 所以他的儿子 实际上就 你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王 并且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 好像是四二复活 那么一个人 这么一个经历 他的儿子难道不认识吗 我相信他的儿子啊 我相信与他留下这个秋坛 直接有关系 因为百姓啊 他君王 他是 他有的时候 他也 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百姓啊 还是在秋坛那里限制 所以他的儿子啊 我相信与这个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呢 一代不行 神的继续兴起 下一代来 所以约西亚的时候 那就真的不一样了 你看看到了34章 就你这个提的这个问题 34章 但是二姐 是吧 他就 他就提到 约西亚 他不仅 是多一个王 他活在神的面前 并且他师 所有在耶路撒冷 但是二姐 和汴亚敏的 就是南方了 人都参与立约 这是他的爷爷 没有做成的 是吧 然后呢 你看他们都照着 列祖之神的约而行 哈利路亚 阿们 我有一个疑问啊 他这边的话 这不是在34节 特别讲到 这个约西亚的话 结果在他这个店里面呢 发现了一本 历和华的那个 呃 律伐书 律伐书啊 嗯 好像他们这个 好像从他那个书 上下文在看的话啊 他们这些王 这个好多老百姓 都 好像很难 很很难有机会啊 有这种书啊 我想他这个 是不是他这样的话 也因为 因为他这样的话 他们就 哪怕就是想寻求的话 也很难 真正的知道 神的话 是的 是的 按照摩西的律法呀 其实说得很清楚 每一个君王啊 都应该自己 抄录一本 就是摩西五经啊 这个律法书 然后天天 要去读 这是 这是神对摩西所说的 但是到后来 神的话就稀少 你记得吗 那不仅是百姓 没有神的话 就是君王也没有神的话 你看 就连祭司也没有神的话呀 你看是祭司家 十四节啊 偶然得了耶和华 借摩西所赐的律法书 哇 你难以想象 神的子民 没有神的话 他能不堕落 他能不跟列国 是一样吗 不可能不一样啊 他们的不同 就是因为有神的话呀 因为神的律法赐给他们 所以他们才觉得你是 神也是来验证他 他们自己也是觉得 我是 是万民中的 这个奇珍啊 以色列民不遇 这个不住的列国之中啊 是因为神的话 与他们同在 是因为律法颁布给他们 没有颁布给他们以外的 任何一个人啊 结果他们呢 就把这个 唯一 所不同的 他们的价值所在的地方丢了 多可怕呀 所以文旅啊 真的是 没有神的话 我们就完了 阿们 他这个人呢 是更厉害的是什么 他偶尔发现了这个 是长得神的主宰了 发现了以后啊 他对神话的反应 这是神所纪念的 这是啊 这个是把我们带到光中的 我们今天呢 是到处都有这个话 律法书啊 我们不仅律法书 我们整本圣经啊 那时候只是摩西五经而已啊 那时候只是抄路 抄路当然不容易 也不能出书那个年代 这个可能摩西五经 可能是可能就放个半屋子 可能跳不动了 那我们现在 你看在手机 到处里都是神的话 看到他的反应 他见了神的话的反应 你看啊 第三十四章的二十七节 神亲自啊 看中他的反应 前面就是讲他具体怎么反应的 神给他一个三门 他就说呢 你指着这地方 会其实上居美所说的话 就是什么呢 你一听见便心里柔顺 心里柔顺 在神面前自卑 他这个话 智洁就像光一样 就照着他这个人深处啊 他不是说明白了一个道理啊 他是智洁就辅导在地 不是个刚硬的心 主啊 他就认罪了 悔改了 自卑了 就撕裂衣服 那是很强的悔改啊 自卑衣服是 我们今天一个衣服 不当个事 那天那个衣服 不仅他不容易做 那个年代 那更重要的是 他反映出这个人啊 这个人 他外边的形象啊 他都不要了 我在神面前 皮麻蒙灰啊 在炉灰尘土中悔改啊 是那个意思 他是个君王啊 你想一想啊 我没有说 他出了面子来 他是个君王啊 所以神看重 他对神话的反应 他说 你在我面前哭泣 这就是认罪啊 因此我就应允了你啊 我们 我是觉得蛮被带的光众 我们的话 今天呢 不仅是全 而且是打开的 就是强光了 但是呢 好像我们常常是 得在study 好像躲着的一点知识 对我们里边的影响有多大 我觉得很蒙光照 那他这样呢 这个人的反应这样 他就蒙了腹了 那下边呢 就是Christina刚才说的那一点 他不仅是自己这样得着了 他得着了 他自然就成为一个扩展 所以到了三世纪的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话呀 你看的是啊 他就是把那些人呢 都叫来和所有的百姓 不光是那些祭司 列为人呢 所有的百姓 无论大小 都上耶和华的殿来啊 就把这些话呢 念给他们听啊 这世纪啊 就是一个话的扩展 一个在话中的成全啊 那话就从他的身上出来了 你看到是 你看这个我们又不更缺吗 我们主日申言啊 我们还哎呀 这个还不好好的 不挡个事 你看人家就得了这么一个 他就申言呢 可以说 这就是他的申言呢 而且下面呢 又是立约 他们到最后 你看就真的 他们就33节 他们都随从耶和华 他们列祷的神 总不离开 你看整个国家 就反转过来 你想想他的父亲 雅明是个什么人啊 对吧 他就整个反转过来 那回头想一下 这个人呢 世纪上 我觉得对年轻人 是极其的大的鼓励 你回头看一下 他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几个经节是很厉害的 34家的第一节说 他登基的时候是8岁 8岁啊 然后第三节呢 说他是第八年的时候 第八年是 八岁 第八年是16岁啊 第16岁那一年 圣经就说 他上千年幼 就寻求啊 寻求神啊 是吧 说16岁啊 高中生啊 在圣经里就明言 他是可以有这个能力 能够寻求神的 年轻人 第二呢 到了12年 第12年 他前面加上8岁 他就到了第12岁了 第20岁了 20岁就是大学生了 高中生16岁 大学生到了20岁的时候 他就怎样 他就已经是洁净 洁出这些偶像了 心里边就 就就就开始就完全装神了 这个人呢 这个人是一个被分别出来的器皿啊 然后 再往下看 就到了第8节 第18年的时候 那就是第26岁的时候 他干什么 他就修理耶和华神殿 那就完全为了建造了 他这三个圣经记得的这么清楚的年龄段 他的16岁 他的20岁和他的第26岁 他寻求神 他分别出来 接触偶像 把自己归为神 那还有第三个呢 他就建造神的殿 这就是今天的说 建造神体 你看这个人呐 这个年轻人的榜样 我觉得非常的受激励 这岳西亚这个人呐 嗯 然后刚才我们讲的这一段 那当他得到神的话的时候 就化了反应 嗯 确实在猎王记里边 由你能看出来 神所喜悦的人在这里 他不是没有错 马拉西也很大的错 他乃是是不是这个人 真实绝对 向着神 也无论他是不是错 也无论也不在于他是否年幼 到神的面前去啊 就成为 能够代表神的君王 神所喜悦的 成就他之一的人 嗯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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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问题要讨论吗 我发现一个点啊 他们 他们一找到神 一到神面前去 之后 他们就能够传心传魂去爱神 而且没有任何的那种掺杂 没有任何的那种顾及 他们就能够把 将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了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摸着神 真正的得着神的光照 到神面前 是啊 我们这个渴慕就给神录啊 哎 无论是外边的环境 还是神的话 临到我们 人的反应 有可能会不一样的 被掳去的君王 哪指马上是一个人呢 但是不一定 像他一样 能够在激难的时候 不求别和华啊 那律法书能够得到的人 那也不是都是这样反应的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里面看见这些话呢 是指上神就是这样 带着引领我们 该怎样反应 那我们就是到他面前去啊 你看 你看像马纳西一样 他也是经过一个过程啊 马纳西 后来你看 上边说他的祷告 他的祷告 他祷告都记在书上啊 说明他是一个 一些破云 祷告的人啊 你难以想象啊 也就是说他一直在 他后来所经历的 也不是说是一祷告就成就了 也不是的 他外边到底怎么成就 就是经过一个过程 但是他一直 留在于神的交通 那我们呢 我们觉得 哎呀 我什么时候蒙这么大的光照啊 事实上我们 就是学习于他交通 他到底怎么样光照 我们呢 是在于他 但我们呢 接着这些话呢 那我们就相处敞开 有一个点呢 就是拿他的话来祷告 你看看 他得到律法书了以后 约西一样 你看他有一个点 你没有注意到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 他去找 他去找女生言者 他拿到话 他不见得懂啊 对吧 那只是一个常识的话 那基石的话 神今天 你怎么说 你说什么话 所以他需要去找誓言者 那他找誓言者 他是怎么样去找誓言者呢 这是他很有 里边的启示啊 第21节说什么呢 他说呢 你所发现这书上的话 求问耶和华 他不是说是 哎呀 我去女誓言者那边 去问问怎么回事 那是扫罗多的事情啊 去求个 求个前面怎么样 好歹好坏的 他没有 他乃是拿着神的话 去求问神自己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拿着他的话 来祷告他的面前呢 因为他不是那个祭司啊 他好像是 那个时候他还不太怎么会 到神的面前去 所以他需要那个誓言者 借着誓言者来听到神的说话 那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主就住在我们的灵里 那我们就一回到灵里边 我们就直接与神见面呢 那我们是怎么求呢 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点 很确定的一个点 就是用神的话 祷告给他 拿着他的话来求问 主啊 这话是我 我要经历这话 你今天对我说的话是什么 那个常识的话呢 就称为祭司的话 常常 常常我们经历 都是这样 真的有事的时候呢 你很多的时候 就首先是摸着他的话 拿着常识的话 到他面前去 然后就有祭司的话进来 就有引领 就有平安 就有光照 就有力量 你自锐 嗯 是不是啊 这一个很要命的点呢 人家那时候 你看他这个 他对话的反应 是很特别的 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嗯 阿们 很好 我觉得今晚上时间不够 但是超了 但是很 我觉得很丰富 回去可以再去想一想 在主面前去啊 哪些地方摸着 再去想一想 我相信啊 很多的光会 临到我们 个人 主制到我们的情形 我们的需要 成为我们的引领 成为我们的位 嗯 阿们 要不我们祷告一下吧 我们别拖下去了 太久了 嗯 阿们 嗯 阿们 感谢观看